哈喽 催友们 大家好 我是双双 现在双双的话呢 要去计一个货主 然后这个货主的话呢 她要带我去拿两块老料 最近呢 也会有很多催友过来问双双 说双双 你这边老料怎么越来越少了 都很少见到你发老料了 催友们 真正的老料 翡翠老料它是相当少的 而且这个东西的话 它要预的 那恰巧今天就有两件的话呢 双双就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两件老料 走了 出发了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市场 就是抖音基地 因为最近疫情的话呢 现在大门是关着的 拿货素材丢死 咱们直接倒架 头好痛 我估计我的头明天要起一个大包 我天啊 这代价复收得太大了 我们先看第一件 这件作品呢 是大师根据简朴在巴荣寺里面的高绒的微笑来做的这么一个题材 这个文明世界的高绒的微笑呢 它其实是一张微笑了千年的脸啊 堪称世界废墟艺术中的翘楚 这个建筑的话呢 它的造型精妙绝伦 也比较令人震撼 面容呢 不悲不喜 一切表情一一成为过去 打灯的一个效果 我们也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哈 它的一个打灯效果的话 肉质是非常细腻的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透手感 然后带这种阳绿的皇家绿 工艺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精湛 就是双面雕的一个 上面的话呢 配了一个18K金的一个小金扣头哈 咱们来看第二件 这件作品呢 是花开见佛的一个题材 嗯 佛说花开见佛性 这个花呢 它指的其实就是这个莲花 修行者啊 智慧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呢 就会显现出这个佛性啊 就像莲花的心境一样 等到这个莲花盛开的时候呢 莲子就是到了这个成熟的时候 所以呢 花是阴 莲子是果 这个就是果中有阴 阴中有果 它的美妙就在于这个相互依存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层层环绕 各在其味 又相互依存 打的效果的话也是比较通透的 不过的话 这块料子的话就没有那个高棉的微笑那么厚实啊 不过的话呢 它的颜色就要比那个高棉的微笑要浓的很多 然后的话呢 肉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细腻 它这件的话主要还是它的这个浓阳色 看到没有 其实像这种皇家绿的颜色还有题材的话呢 我们在市场上呢 也是属于比较常见的 但是像这种老料的皇家绿的话呢 就少之又少了 就会有很多的翠友会问到说说 哎呦 其实我在市场上也有看到就是很多皇家绿的料子呀 他们也都跟我讲说是老料 但其实都不是啊 有很多的老料 它都是用现在的心调去冒充的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你们要 好好的把关 可以 不懂的话你们可以过来问我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你们看这两件户了 嗯 你们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你们可以在评论区或者 直接找双双 但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了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了